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在德国吃一顿正宗的中国菜需要多少钱 来咯 大家好我是阿福 我岳父岳母现在已经两个星期在德国了 我们现在这一段时间真的是太好了 你们看这个天气 但是在德国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吃的 他们吃了两天的德国面包觉得很好吃 但是还是很想念中国菜 今天我们要去科隆 我们就想知道在德国吃增宗的中国菜到底要花多少钱 阿福 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去科隆 因为我们这个小镇没有餐厅 对有一个土耳其餐厅 但是没有中餐厅 而且更加不要说正宗的中餐厅 妈妈你在吃什么啊 酸奶 德国的酸奶怎么样 很好吃 很好吃 很香的 我们要去吃饭了 到了 我要给他拍张照片 我来帮你拍 我应该也拍张照片 因为我就火了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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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木头出香气 哇 好赞啊这个 哇 我昨天晚上刚刚看你们的视频 是 你不是上次给你爸妈惊喜吗 惊喜 对 你老婆的爸爸是吧 对 你好 爸爸妈妈怎么样 有没有感觉像回到了家乡 是啊 吃中餐了 服务员是上二人 刚才有这么多粉丝 所以说明这里 我们中国的朋友有特别喜欢 先看一下菜单吧 先看一下 这个饭店叫Great Bo 长城 但是他们中文名字不叫长城 中文名字他们叫什么 玫瑰房 哦 玫瑰房 谢谢 这家店是我在科隆吃到的 算是最正宗的一家中国菜的店 第一个菜我一定要点的就是他们的水煮鱼 一份馄饨汤 三份西湖牛肉羹 米歇 米歇 姜坡鸡 水煮鱼底的 白米饭三碗 他们还有一个菇很好吃 就是那个干锅 茶树菇 我们今天想知道在德国吃很正宗的中餐要多少钱 我们现在每个人来猜一下 谁猜的最远 差距最远 谁买单 我家的是85块欧元 150欧 120块 95欧 差不多 我觉得肯定是100欧元一下 对 你爸爸妈妈好像是 看样子我要看样买单 他手的这么远 现在不能改了 不会是 不会是 这个叫西湖牛肉羹 是哪里的特色 杭州对吧 杭州的特色 他们这个小馄饨的下很多 鲜死辣 不是鲜 鲜不是鲜 鲜 鲜 你有馄饨的 对 他没吃 这是港式的 港式的 这个味道在香港 我在香港吃了这个红的 心疼你啊 真的是 平时拍视频 又是跑步 又是走路 又是坐地铁 吃饭的时候 你真的是个忠实粉丝 都看过了 我是关心肯肉 妈妈 你是我们素菜专家 你要先吃一个 空心菜炒的很香 而且炒的颜色也很好 对 自从我来了中国以后 我就爱上了绿叶菜 嗯 嗯 米线 哇 这个在德国哪里能买糖 这个亚超是有的 但是它是时令菜 米豆拿的吗 味道可以的 嗯 像上海老饭店 老饭店的味 炒出来的米西味道 你好 哈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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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它是上下轧 哈喽 哈喽 喔 哈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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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一起吃 真正的上海味道 什么小菜 什么小菜 川菜 这个是我们每次必点 而且它的店很大 它这个辣就辣得正正好好 舌头里会有一点麻麻的味道 焦焦的味道 但是它的那个牛特别的香 辣油就是很香 入口之后它的鱼片就化掉了 这个菜是不是很下饭 这是我们最后一个菜 酱包鸡丁 不辣的 好无聊啊 是甜的 谢谢 所以很适合我上海丈母娘 还有我可爱的老婆 我说这里就一听就能知道是青岛人 是吗 就包括我说普通话都带着青岛人 有皮革发言说一下 这个啤酒好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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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觉得科隆啤酒好喝还是青岛啤酒 那肯定清水好喝 我刚刚还想吃一块鱼 你别谈了 我刚刚在给你们拿照相机 拿了一块块我回来 一块鱼都没了 是不是这个上海味道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这个菜是很好吃的 这个上海味道很正宗 很正宗 这不是上海的耶 你最喜欢哪个菜 水煮鱼 不用吃鱼 哎呦我好像都喜欢空心菜被我吃掉了 我也最喜欢吃空心菜 因为在德国很难吃到 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在德国吃一顿正宗的中国菜需要多少钱 来了 现在公布一下在德国吃一顿正宗的中餐药 我花一百一十五块 哇 最近 最近 那我是八十五我差三十 你是一百五十差三十五 所以 妈妈是要买单 恭喜你 谢谢你今天买单 我带我德国的朋友到这里来吃正宗的中餐 他就说吃完了就很舒服 肚子里面暖暖的 我也觉得 巴斯 哎我的肚子又出来了 但那个鱼真的好吃 哎呦 全部吃完了 哎呦这两个人啊 把鱼都吃完了 不留给我 中国菜很好吃 一口儿 一口儿 快吃退去 ak maan 不收拾 ząd 大 你 pix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